嗨晚上好 怎麼覺得好久不見的感覺 但其實才休息一天啦 一日不見如隔山丘呢 今天呢我想要教大家一些 真的很實用的東西分享給大家 我剛剛忘記補充了 今天的主題啊 不太歡迎一男 然後Gay可以留下 然後出口在右手邊左轉 先跟大家講一聲 你有沒有一個煩惱 當你在跟姊妹濤講男生的時候 總是覺得不是很有效率 總是講欸他就很好 人很好欸人真的很好 但是就是沒有一個很標準的表格 知識化的 今天就是教大家有效率的報告 這個表格的靈感來源呢 來自我的一個好朋友 他曾經在某一個高級珠寶品牌 擔任數據分析師的工作 所以他超級會列表格 當我第一次聽到這個表格的時候 驚為天人覺得怎麼有人這麼聰明 在這之後呢 我再把它細分跟優化過 這一份表格呢 變成非常有效率的一個內容 然後我跟我朋友說我今天要講這個故事 他說你怎麼可以把我們的秘密講出去 我說沒關係啦 好東西就是要跟大家分享啊 進入正題 總之呢一個對象他分為優加兩可低差列 然後怎麼樣叫優怎麼樣叫列呢 我們有很細分的他的內容 第一個我們先來講優 優是絕對不能隨便亂給的 優就是所謂的千年一遇 不可能在現實生活中出現 但他就是出現了 這時候就可以 就是聽到會腿有點軟軟那種才能叫優 加呢用白話文來講 就是可預料的優秀 就是讚這樣 但是不會到那種 你知道就不會有很多很正經的一個表現 就是很平靜的說真是好那種感覺 那種就被列為加 涼呢大概就是最平易近人的優秀 就是在人群當中你還是會注意到他 但是你在腦海中想到他就是會心一笑 但是不當作呵呵呵呵呵 你知道花痴智這樣笑 最平易近人最溫柔最平凡的那種優秀 渴呢大概就是沒有什麼可挑剔的 但是也沒有什麼可以感動人心的部分 就很像可以過去了 你知道那種海關跟你講話的那種OK感 第一沒有什麼好解釋了吧 就是低於期望子才會叫低 就是不是很滿意你知道 也不是 就是 充滿一個 不足感 到X這邊開始已經可以正式列為負面情緒的那種等級 就是 嗯 這不對喔 不對喔 ダメダメ喔 你知道就開始各種的不可以不行 可以發火的程度 列呢這邊就是立刻 要提菜刀提菜刀拿手槍拿手槍 然後 那個程度的 就全部都叫做烈 會讓人大抓狂 大喇狂那種 跟我開玩笑嗎 的那個程度的 都是烈 好啦現在大家知道評分的標準了 那評分的項目呢 總不可能就只能這樣子讓你知道 又加藍科技差列吧 來繼續教大家 要從哪個項目來決定一個人 是不是一個很優秀的對象呢 人品很重要 一個人其實從做下來你就可以知道他人品大約如何 是個坦蕩的人呢還是一個鬼祟的人 接著問他他所不認同的項目 然後看他的反應是怎麼樣 人在對於自己不認同的東西 能不能有風度很重要 接著看工作 不是叫你看職位的高或低還是錢多更少 那是跟你沒有關係關好你自己 我的意思是說去看他會不會需要消失個五六個月不見 還是會不會工作內容很危險 不小心斷手斷腳還有他的工作心態 他有沒有上進行 再來看環境 看他來自怎麼樣的生長環境 還有求學環境 還有就業環境 還有他的社交環境 所有的環境呢都會造就一個人 從這裡面去綜合出他到底是一個怎麼樣子的人 三觀很正的東西都講完了 可以講一些膚淺的了吧 接下來去看外型 然後看一下他的五觀是不是端正的 然後呢細節是不是乾淨整齊支架沒有剪 然後時尚品味怎麼樣 這些都要列入評分 內涵很難講 只可意會不可言談 簡單來說就是你去了解 他攝取養分的內容是什麼 他用什麼作為他的休閒娛樂 像是如果他有在看我的床邊故事 就是一個很有內涵的人 幽默感 幽默感超重要 這會影響你之後跟他相處 你們遇到問題遇到麻煩 還是遇到很值得開心的事情的時候 他的表達能力怎麼樣 他能不能找到一個幽默的角度去看所有的事情 習慣 就是我最喜歡盯著別人看的部分 我跟你講我最恨尿尿尿到麻童蓋的人 他就是顯示他一個有多自私的一個人 好啦先不講這個 還有那個看他怎麼對服務生 那是他對十年後的你 他怎麼對貓狗 是他對他的小孩 長忌 媽媽 sorry 我知道你不愛我在公開場合彈這個 但是不行我們是成年人 必須面對這個問題 正是這個問題 OK 這個在相處裡面是很重要的一個環節 自己體會自己感受 不講了 最後一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 態度 他對你的態度怎麼樣 他對於兩個人的關係裡面 他的表現出來的行為模式是怎麼樣 不管他前面優秀與否 只要他態度不好都是零 不用講 通過以上這九點呢 你就可以去評分 優就是七 烈就是一 你全部加起來再除以九 你就可以得到這個人 他在米其林希青裡面 到底是哪幾分 讓大家了解一點 比方說Alan 嗯 我記得他去年生日的時候 英國女王好像有在他FB 留生日快樂 哇 那就在環境給他一個優 但是如果 嗯 但是他喝完酒 會稍微打個女人 跟偷東西 那就是再習慣給他一個列 從此以後 你的朋友 要跟你報告 他的感情困擾的時候 只討論優家良 你就可以聽一下他的煩惱 然後 可 跟低的話 就是稍微 心情好 心情不好 就說我現在沒空 差列的話就沒有討論你B喔 欸 不是我在說 我覺得今天這一則 是我所講過的內容裡面 最寓教於樂 最實用第一名的內容 好不好 他跟你姐妹套用起來 然後留言給我 告訴我你喜歡 我不喜歡 晚安 謝謝